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咱们的两兄弟的对决 猴哥和兄弟 当然猴哥这边又换阵容了 他之前玩过几天的大唐咒诗的国标 现在又换成咒法了 但是咒法呢还是个国标 什么林家咒诗普多的武装国标 就把大唐换成的霸气了 看看这套阵容能打出一个怎样的效果 看了一把龙阵 那对面还是双血什么一尸陀 一个利浦陀 不是尸陀了 利浦陀化身家利浦的组合 兄弟最近玩这个利浦陀也是玩输的心得了 也在招这个利浦陀 这受不了了 这实在太小了 都已经不小又尸陀了 开场第一回合 先把猴哥武装罐给带走 化身色这边也是起个指 先预防一下 主要熊你一开场点化身色的概率 他也不低 先把叶罗刹清一清 全部清干净 可以 第二回合 对面两个雪什么休息 这回合对两方点不了人 当然可以先压血线 可以先压血线 等到下个回合再补刀 反正对面有速度 本来武装罐这边是抢到了一个三速的 但是被点杀以后 这关注方最快的就是这个 普陀山的六速了 就普陀山的六速 化身色是全场的八速 速度太慢 化身色不管活谁 先别人心 立婆那边已经开始打面伤 打上来是真疼啊 打人一般般 有一说一打人一般般 但是打宝宝他太疼了 关注方已经开始压对面的雪什么了 压不下去 那就是一把舍身取一 直接卡两大金 舍身都省了 三个大金 直接卡出药性 诅咒之伤 补一下伤害 再点回来 宗师婆 小死亡 挂咒 五千 五千 带走 天际力索 宗师婆 继续打面伤 继续清宝宝 下回合 武装罐就站起来了 六千 七个宝宝 废掉 七毛真快 太神了 这一下敲得疼 有五行克制的时候 伤害会高一些 没五行克制一般般 快点往生命 又清掉了一堆宝宝 武装罐站起来 直接给自己上个天地吧 要不然 用龟速拉起来 给自己上个天地 也算是个办法 一顿顺法 地虎和化身似的法房 还是在的 拉起武装罐 没有用龟速拉 选择了用配速拉起来 还是比较贪这一手 化身似的活血的嘛 化身似的活血 和尚也没吹爆 那下个回合对面 还能接着点你啊 哎 再神咬 要把雪神木抽死啊 踩丢丢 宝宝还没跟 哎 这宝宝打得有点乱了 赶紧召个孩子 被动灯 这个血线 不行啊 直接舍了一万五 无间地域开起来 给你拼命了 火焰伞走起 先点神木灵 再来武装罐 武装罐起火焰伞 有金青 再火一口 这回差不多了 武装罐 也算恢复过来 稍后再火一口 神木灵 咒势不多 也快站起来 哎 好像还行 这个节奏 猴哥 暂时绷不了的 感觉现在节奏 还蛮舒服的 猴哥整体的法房 还是在的 所以说 虚米的话 秒人是秒不太动的 可能秒这个 普多山和神木灵 会疼一些 剩下这三个高速的 秒不动 选晕 打过去啊 哈哈 直接转圈圈啊 这个特效有意思 再换 你看这亲了个宝宝 泰山鸭顶 现在改的是 把人直接给压 压成扁的了 改了这么一个特效出来 也是让泰山鸭顶 跟显得流畅了 当然 他现在的施法时间 跟其他三个是一样的 现在四大法的施法时间 一样了 没有任何的区别 所以大家也不用 故意去追求 这个泰山鸭顶了 一万一 直接火满 现在 又是一万 现在的问题就是 猴哥给不到 对面血量上的压力 扛 暂时是扛下来了 但是怎么给对面压力 是猴哥面临的一个问题 因为周深普陀 他来啥都来的比较慢嘛 不管紧不住呀 恢复也好 紧不住也好 他是个慢调思理 一点一点的去消耗的 一时半会儿 给不到对面任何的压力 而且熊弟 他突出一个血度啊 他就不怕你这紧不住 神木灵还行 观察红重点保护神木灵吧 就起码神木灵的伤害是到位的 射身 遭地固那边没去挂小死亡 直接再把神灵给压成 压绊绊了啊 直接躺下 就差点把化身色给带走 武装官直接砍了个大惊 这个有點吓人 这化身色 你得扛住 化身色没了 你可打不了的 哎呀 这不争气的化身色 直接破血 onto 增加50%的一个伤害 这是利谱的一个特点 VP再跟一手 继续163 哎呦卡的一大惊 对面得换练习生了 因为有123速 换练习生 补不到 还是有机会的 顺法不好用 就用顺机 屏幕黑不黑 换顺法 顺法砸到神木灵了 黄泉之戏有手抓 可以直接送你回家 没了化身色 那这个故事 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神木灵站不起来 再扔个无悔又中了 小死亡 关灵花还想点来着 神木灵拉不起来 有无间地狱的 所以这把点杀 也是以失败告终了 自己的化身色还美了 这猴哥 打不过呀 这 去年有一段时间 就去年的前半年 就猴哥刚去绍兴剑湖的时候 扭移大概两三个月吧 那两三个月猴哥打兄弟 十拿九稳 那过了那两三个月以后 还又打不过 这以前打不过 中途去绍兴剑湖有一段时间 能打得过了 然后就过两三个月又打不过 这就很奇怪 在诗情话译那会儿 那纯粹打不过 打十场输九场 就那种 现在对面有了力不夺了 他节奏更好了 每个回合我都能灭烧 每个回合我都能灭烧 反正兄弟也打不到后期 有三角 就可点吃就完了嘛 我就打个前三回合 前二十回合的 也够用 二十个要够用 对面这五龙丹卡了卡了个寂寞 让自己的力不夺休息了 俩回合 很尴尬呀 再舔过去 毒魂也是真的蠢 毒魂可以拉起化身色了吧 哎不行 还得下个回合 一把金轻 把小爽解掉 再压 强行把武装官也给弄死了 什么你也要继续换个孩子 小死亡 瞬机 你这瞬机已经很可能 你看法宝又忍住 哎呀 让本不富裕的红哥 现在更是雪上加霜呀 本来就打不过啊 这现在就更打不过了 再次启息一下 帮手 再打不过二十个轮廓 再次负手 终起 或者再次击 不宝宝 再次击 再次负负 再次负责 1 3 5 5 武装站不起来 射身体液 小死亡再点普陀 这回是可以拉起化身色 但是前提是普陀山得活下去 哎 活下来了 可以拉起化身色 杨柳甘落拉起化身色 先活武装 化身接着倒地 队友贴贴也许倒不了 看武装官过去贴不贴 没人贴又倒了 倒了也是个好事啊 哎 不得倒了不是好事 倒了的话普陀山还得再拉你一次 但是不倒的话也差不多 一个意思 不倒下个回合对面 随便扔你的血域 你不还得死 也不行 主要速度啊 还是一个速度问题 再招 被动强 换条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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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花生色直接推拿了 也没推爆 对了七仙色 也不够用 七仙色还是不够用 还没风中 血雨扔下来 武装再倒地 解开力不夺 两颗五行猪可以直接飞 正好起飞守着神灵的尸体 四千三 再撬三千 神灵163又秒了一下出去 但这秒一下不痛不痒的 也没什么意义 主要是没有一个持续性能出手 这秒这有一下没一下 那他就作用不大 然后又倒了 土豆山又可以拉起来 现在花生死只有一层的人性 地厅 给你上压力了 再找个宝宝 不是猴哥现在玩啥门派啊 我突然想起这么个事 猴哥现在啥门派 来 背个宝宝 战地加上 战地加上 完了 这要结束了呀 完了完了扛不住了 把宝宝收起来吧 小心他笑你宝宝 再笑一下 哎笑人还行啊 那别笑宝宝 他有他有跟着啥有鬼眼呢 他可以笑到这个隐身宝宝 给狗哥吃低听大三 结束了啊 等这回又没打 哎对赶紧跑 哎跑 可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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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